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外来语 什么是外来语呢 外来语就是用其他的语言 译音到汉语的一些特殊的名词 哪位同学能够想一些例子 咱们用的外来语 好 老师 咖啡 咖啡 很好 沙发 沙发 非常好 so far 之前咱们国家 没有这些单词 甚至没有这些东西 当我们引进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把它直接的名称 变成了自己的语言 大家还能想到那些词 坦克 非常好 tank 这些词有两种叫法 本土词和外来词都有 比如洗发水 它的英文 shampoo 咱们管它叫香波 其实日语和韩语里边 它的外来词也是非常非常地多的 我去 你擦粉了吧 你要擦 擦脸上 你擦脖子上干嘛 粤语叫色套贝雷 大家猜它是什么意思 我去草莓 你小龙 你来回答 草莓 我去草莓 你找的是什么意思 草莓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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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就是草莓的意思 施多佩蕾 草莓 小龙 您为什么说这么厉害啊 是啊 太奇怪了 就算你的英文有提高 也不代表你看会不会不听课了 再说了 你们几个男生 亲戚我我的 这算啥 这儿又没女生 我和谁亲亲我我 你嘀咕什么 没 没什么 帅哥 又到你喝了 来来来 干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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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给你擦擦 谢谢 我自己来 姐 你干吗 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草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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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姐给你换化妆 姐给你换化妆 没事的 你不要命了 草莓怎么回事 昨晚在夜店 夜店 夜店 你打个工还那么老 你冤枉我了 没事 别说了 男人 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知道吗 行了 你今天训练别去了 那我怎么说 那我怎么说 到时候训练 你就回宿这儿躺着吧 那明天怎么办 草莓又不会消 放心 我有办法 你怎么办